Hello大家好,我是阿德,欢迎回来 如果有机会的话,这些会是我想要和18岁的我 或者现在青少年讲的一些人生关联 虽然我觉得人生观这种东西是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 但是至少这些都是目前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呢 这边 这边 OK,可以分享给你亲戚朋友了 第一,不了解自己是OK的 尤其是对于刚毕业的毕业生 很多人都不了解自己想要读什么科系 以后要做什么工作 然后对自己来讲什么才叫成功 然后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开始犹豫 然后就想,哎呀,这么我什么都不喜欢 我未来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OK的 因为在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尝试所有不同的东西 让自己有机会去接触各种各样的事情 然后从中了解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说不定你之后的话还会有自己的一个大方向 第二点,知道自己短期的目标 在人生每一个阶段我都觉得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小游戏来玩 就是在每个游戏里面你都会有自己的目标 就跟现实生活是一样的 你读中学的时候你就想要就是考好考试,选好大学 当你到了大学的时候你就开始设另外的目标 可以是把速度好,把关系建立好,把创业目标给想好等等 这些都是你眼前当下所要面对的,而不是去想 我中学学的东西20年过后有什么用 那我20年过后我要做什么 我30年过后我要干嘛 我觉得如果你连现在都活不好的话 你想以后来干嘛呢? 第三,了解坚持和结果 很多人包括以前的我 对这两件事情的时间顺序其实都会有错觉 要记住人生每一件事情不是有了结果才来坚持的 而是相反应该是坚持了才有结果 就好像我们平时在生活上可能听到比较多 诶,那个谁谁谁是老板 如果我是他,如果我是老板 我当然就是努力,我当然就是坚持维持我自己的生意啦 可是,现实中其实就是因为他努力了 他坚持了,他才有今天,他才能当老板 第四,控制时间,不熬夜 我觉得现在人都会知道熬夜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 但是也很常见 可以是因为喝酒,聊天,party,朋友的聚会等等 这些99一次的话肯定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但是,我开始相信凌晨1点过后 所做的事情,意义都不会特别的大 因为那个时候你的集中力和意志力 可能就没有白天来得高 所以做事情就没有这么多的意义 结果也可能就一般般 诶,然后很多人就觉得 我需要一个宁静的夜晚 然后到了晚上,我就有很多的moot 然后我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真的需要一个宁静的夜晚的话 我建议早上5点起来 肯定比凌晨的12点更宁静 第五,就是找方法 不找借口 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了 可是,比较难实践 很多人在做某件事情,失败了之后 都会努力的把自己和失败撇清关系 然后就会找一堆借口 但是,以一个思想已经独立的人来讲 可以承认自己不会某样东西 才是真正学习的开始 如果你什么都觉得你自己会的话 那你以后的进步空间肯定都不大 因为你觉得你已经学完所有东西了 你就不会去找方法 你就不会去再学习 第六,时常反问自己 这个事情到底有多难 很多人在学习某件事情 或者开启一些新的尝试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想法 就是,这个真的很难 这些课程是我没有看过的 它真的太难了 我不懂接下来要怎么搞 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会把某件事情的难度 想的比原有的难度还要更难 但是,其实我们大脑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是非常的强的 你没有push它,你没有逼它 你是不知道你可以走的多远的 比如讲你在高中看回初中的东西 你会觉得,啊,初中的学的东西真的太容易了 然后,在大学的时候 你看回高中的东西 诶,某样东西其实又好像变成容易了 所以很多事情其实它并不是有多难 反而是被你想象成很难 所以在开始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问问自己,这可以有多难 第七,学会分享 尤其是在学习的道路上 分享过后是没有必要要求回报的 因为一般在你分享的那个时候 你肯定是有学习到很多东西的 千万不要觉得,我和小明分享了数学的第三章 可是他什么都没有分享给我 我相信在每一次的分享 你都会有一定的收获 可以不是现在,可是会是不久的将来 第八,对人的心态 还有说话的态度 我觉得说话是需要非常非常多的技巧的 同一个观点,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有些可以激发到人 有些反而可以打击人 对我来讲,语言它可以是一个武器 也可以是一个区画剂 所以有空的话,我觉得可以上网 或者读一些书来提升自己的说话技巧 或者简单来说,就 不要一直以自己心格之爽为借口 然后常说出一些伤人的话 不好听的话 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 第九,负责任还有尽力 做每一件事情,尽可能的负起最大责任 然后尽力做好全部 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 就是每一件事情的结果 可能就并不是那么重要 过程坚持过,努力过就好了 就好像我的YouTube 第十,多看书,多学习 这个不管你到了什么年龄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你没有学到的东西 这边就撇开传业面的一些信息 我们可以看书,学一下做话的技巧 思考的方式 生活的小习惯等等的 有时也可以开开脑洞 改变一下人生的思考方式 我觉得自我提升了之后 你所看到的人事物都会有一点不一样 第十一,注意身体的健康 我发现到了某个年龄 其实人的复原能力是没有像以前那么好的 就是你生病可能你不吃药过了两天 它还会自动复原 但是你到了某个年龄 你会发现到 你必须要吃药 你必须要休息 你才可以慢慢的复原 所以这个的话 我觉得跟平时的生活习惯 也会扯伤蛮大的关系 包括现在可以改变的就是 你上班上课的坐姿 所以就想办法做的正一点 尽可能调整一下 长期下来肯定是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OK,讲了这么多 这些就是我想要分享 然后觉得大家都有必要一直保持下去的人生态度 喜欢我的影片也可以帮忙订阅点赞还有分享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拜拜